原标题 霍金说 宇宙的边界是没有边界 大爆炸前宇宙什么都没有 两个月前 一条消息打破了世界的安静 霍金却是 霍金是一个在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 他个人的贡献也特别大 他不太好 被称为宇宙之王 他的大脑超乎常人的聪明 仿佛有一种神一样的天赋 可惜天度英才 霍金在21岁就得了病 是一种叫做见动症的病 医学仍然有不能攻克的难关 有时候非常无奈 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本来可以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结果 他大部分时间 却不得不在轮椅中度过 霍金这一生最大的贡献都是在轮椅上做出的 他能活动的只有三根手指和两个眼睛 医生已经下了通知 说这人活不过两年 可他却靠顽强的意志力 活到76岁 在他43岁时就失去了说话的能力 这对于常人而言是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他却通过语音合成完成他的演讲 他很坚强并且乐观 他说 我的大脑是自由的 他的心灵也是自由的 他肉身所在的世界 只有轮椅那么大 心灵的空间却突破宇宙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 曾经预言过一些事情 如果实现了 对人类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其中最沉重的一条是他去世前说的 他说 2023年地球进入冰河时代 全球变了 还有一条是 2060年地球已经不适合人类居住 人类要想生存 必须离开地球 我们在一系列科研成果中 发现世界科学家都在找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 当然 我们看到这些也就复之一笑 但没想过 如果地球的气候 撑到了人类无法居住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所以 科学并非是跟我们无关 它是一种先知 更是提前的预防 霍金的言论也未必是危言耸轻 从我们现在地球的温度来看 确实不太正常 这与我们之前对生态环境的过渡破坏有关 虽然现在做了一些弥补 但伤害已经造 成了 霍金虽然是个物理学家 但他对环境保护的强调非常到位 虽然他无法说话 但用言讲呼吁是人 要重视环境保护 霍金被称为纪牛顿 爱因斯坦后最伟大的科学家 因为他完美地 将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统一起来 他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 霍金经常语出惊人 他曾经说出一些让人震惊的话 比如有人问他 宇宙大爆炸前是什么样子 霍金说 宇宙的边界是没有边界 大爆炸前宇宙什么都没有 当时引起一片哗然 他的预言都像重磅炸弹 给人们带来极大震撼 很多预言至今被讨论 争论 他在临终前所做的预言中 还有人类进入外太空 新人种出现 地球将面临灾难性毁灭 最惊世骇俗的是 2600年地球将变成炽热的火球 霍金的预言可以看作是保护地球的一个口号 也许他想吓唬我们 给我们警告 毕竟霍金也是一个很幽默的人 知 要我们注意保护环境 随时保护环境 善与虽然小 但意义也是很大的 毕竟地球是我们共同的 也是我们生命得以存活的关键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